自律,26岁领着千万年薪,没有女友也不去夜店,排名从78上升,到15奥拉迪波是2013年的榜眼秀,司职德奔后卫,今年26岁,先后效力于魔术、雷霆和步行者,他和闪电侠维德的关系非常好,在维德宣布回归热祸战战一年之后,奥拉迪波立刻发推特支持维德的决定,在联盟征战了5年的奥拉迪波。 虽然没有和维德做过队友,却趁维德一生老大哥,只因为他和维德,在过去两个休赛期都在一起训练,可见维德是极受球员尊重的,也能看出奥拉迪波的懂事和情商之高,虽然现在的奥拉迪波拿着2000万美元的年薪,但是由于自己的自律性强,他没有交过女朋友,也从来不去夜店,将自己所有的时间,的都放在了篮球上面, 以至于NBA排名从上面第78名上升到如今的第15名,很是让人佩服,奥拉迪波虽然进入NBA也才短短的5年,但是他的生涯之路也是曲折的。 2013年魔术队用榜眼签选中了奥拉迪波,这也是魔术队在2004年撞远签选中霍华德,之后的最高一次签位了,因为失去了霍华德,魔术队急需一位舰队基石的球员, 奥拉迪波也一直被魔术当作舰队基石来培养,无论是上场时间还是战术设计,都是以他为核心,但是奥拉迪波表现平平,新秀赛季场均13.8分,虽然进入了最佳新秀阵容一阵, 但是那年的新秀实力实在是一,班,状元本内特现在都打不上球了,在魔术的之后两年虽然场均得分有所上升一年17.9分,一年16分仍旧看不出有舰队基石的潜力, 2016年夏天,雷霆用一巴卡一个人就从魔术得到了萨波尼斯,伊利亚索瓦和奥拉迪波,来到雷霆后的奥拉迪波,在场上很不适应, 因为雷霆所有的球权都集中在维斯布鲁克的手中,没有球赞手奥拉迪波俨然成为了一名投手,虽然他上场实际力调整自己拉开空间,尽全力将威少船给自己的球投进, 但是结果始终令人不满意,渐渐的也是去了球队和维斯布鲁克的信任,虽然在常规赛开打一个月后,雷霆和奥拉迪波达成4年8400万美元提前续约的协议, 但是可以看出奥拉迪波离开雷霆只是时间问题,2017年夏天保罗乔治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,雷霆总经理禁用了萨波尼斯和奥拉迪波就得到了乔治, 从交易筹码看乔治比伊巴卡要便宜,对于失去乔治的步行者来说,他们的下一个目标,就是要尽快完成重建,但是奥拉迪波没有赞成步行者管理层的想法, 因为在雷霆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,让其很是不满,2017年整个夏天,他就在将自己关在了训练场,在迈阿密与维德一起训练,来提高自己的各种能力和场上的对位技巧, 上赛季的奥拉迪波场军得分从雷霆的15.9分上升,到了23.1分,获得了最快进步球员奖,步行者也拿到了东部第五的成绩,顺利进入季后赛, 在季后赛奥拉迪波率领步行者将詹姆斯带领的骑士逼入了抢七大战,说句实话,抢七大战中要不是詹姆斯灭霸模式的开启,估计淘汰的就是骑士, 虽然步行者季后赛首轮就被骑士淘汰了,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步行者是弱队,步行者在失去了乔治之后战绩反而更好了,根本不需要推导重建, 季后赛打完之后,奥拉迪波又去了迈阿密,将自己关在了训练场,继续向雷德讨教和训练,在那里没有商业活动,没有私人派对, 更没有飞温和夜店,拿着2000万美元的年薪一心一意训练,像帕森斯和TT是没法和他相比的, 他是继科比之后又一个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和时间,都放在篮球上的运动员, 从NBA第78名到15名,相信他下个赛季的排名会从15名进入到前10名。 谢谢大家